30级不给我玩 我打肯定不会打菜鸟天堂的 我只是先试一下 点一下 可以 居然拿到了 哦 这个皮肤 帅 新出来的吗 来抽卡牌 打的是什么 新英雄 解脱者 解脱者这个英雄 一出来我就研究了 发现他的输出有点低 打这个英雄很好打 靠近我就给你一张牌 不靠近我我就安心打钱 红牌 三个 一般这个英雄一级会学义 加护盾 上来掏 他肯定是打不死我 但我也打不死他 红牌 没成到 二级学一锦 不学Q Q锦能伤害太低了 我靠 Q锦能的伤害只有60加12 还要花蓝 这个的话呢 有攻速提升 被动叠一下 加上这个牌 打输出就很干脆 这个人还挺猥琐 我耗不耗他无所谓 一张牌 伤害太低 但无所谓 重点不在于消耗他 重点在于能够安心的打钱 卡牌只要能够打钱 就等于赢了 卡牌打钱不被压就赢了 我告诉你 我根本耗不了他血 你看 前期是耗不了的 王子来抓我了 这个只微波台 给你一张牌 耗你血量 他打野我们也是要耗他的 我在勾引他 我队友在 我看他会不会再来抓我 连续按两次W 不管什么牌都丢给他 我在勾引他 这个抓不了 这个抓不了 赶快上去 吃药 不满血 我这个英雄太脆了 自保能力也不是很强 比较弱 所以宝石满血 走位 他的这个位移有两段 我在勾引他 我在勾引他 我子龙在旁边呢 他跟我印号不怕 因为我药瓶多 这个时候最好是蓝牌 我蓝不多 给你一个Q 没打到 我子龙在旁边 我看我能不能勾引到他 吃药 点他 点他 他没蓝 他现在一点用都没有 先给Q 再点他 再点他 吃药 保持满血 疯狂的压他 你要知道 一个英雄一旦被卡牌压 那这盘他 他的队伍会很惨 你知道吗 会很惨 我一到六级 他的队伍就很难打了 我再吃一波 因为我有这个 小兵去制器 我再偷两个蓝 现在Q不能放 点一下 再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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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动点一下 好 完美回程 这就很舒服 40刀 这就太厉害了 我可以回家买一个什么 鞋子 低剑装备出鞋子 这个应用很吃移术 然后呢 我再出什么 红宝石 再买个这个 买个药 不买蓝宝石 我不太买 反正不是很 很缺 我可以吸 移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我很容易风筝别人 我385移术 切好牌 就靠那一点移术 能够贴近敌人 给他一张黄牌 点一下 点一下 这个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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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打前节奏 很好 只漏了一刀 他下去游走了 行 我先快速的把他一波先压进去 我让他 亏 一波兵 然后我半路再骚扰他一下 黄子 不用怕你可以跟他打 我在 黄牌 给个Q 走位 点他 走位再点他 他就没什么输出了 我吸蓝 就我不让他过来 他打不是我的 他没有到六 对我来说 我吃药 没什么用 哦 他对我来了 追肯定是追不了 哎 叫什么 帮忙 别吓我 这波对我来说我不亏啊 你看上去我是亏个闪现对不对 这个女警的走位已经死了 别管了 你看上去我亏一个闪现 实际上我是不亏的 因为他的钟也被我拖了很久 这个钟我丢了多少兵你知道吗 他非常伤 我闪现无所谓 找用找CD 我再过来吃一波 吃一波线 对吧 很舒服的 我两个Q就退完了 他就伤了呀 他这么一搞他等级跟我差太多了 他这个偷我大没啥用 在对线其实没啥用 这个人啊 你 这个人就有点嚣张 我对我不按他 有同学说我害死女警 那你这个理解就很有问题 为什么 第一 我在中路这个地方消耗已经耗了大概有十几二十秒 然后往下走 在这种情况下女警是看在眼里的 他的风女都已经过来了 这种情况他不走 然后他死了 你说我害死他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 那连上路死我都能害死上路 对吧 所以这个不能说我害死他 而是说我的队友他的这个 啊 心太大了 他太不小心了 他这种都不走你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好 好 我有大招 但我不着急放啊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闪的 我不确定他有EQ 好 哎 这个时候我来了 哎 很好 为什么要交个闪现啊 你不能为个人头这么搞吧 这个并不是很合适啊 好 在前期我们 这个 崔斯特吃人头是没有问题的 后期吃人头也没问题 我这英雄就很强 这个真眼我不管他 我不会去跟他争这个真眼 我吸蓝 把这个蓝muff给我吃 马上节奏就带起来 现在跟这个中路就不需要再去纠结了 啊 他已经进入我的节奏了 我崔斯特只要进入这种 两个Q 一轮冰的这个 一波冰啊 然后还有蓝飞 那他队友非常难混 他上中下 他的上下 野区 全部要收牵连 只要一击进 马上一个大招 那这样这波不飞 这波不飞 这波不是飞不死 这波是我不知道他打野 会不会上来 第二个呢 就是中路的线 所以这波我们不要飞 等我把这波线啊 顺便再回点蓝 把这波线强行的压进去 然后我们再飞 啊 随时的在前期飞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你的兵线 你飞一波值不值 我刚才那波飞就很不值 像这种快速的贴近小兵 哎 两个Q把它一收 对吧 炮车再一吃 好那这时候飞了 啊这飞就超转 啊他撤掉了啊 他被被撤掉了 开大招跑了 那行我们再回到中 用同样的方式 先切好一张牌 我有蓝buff 我就可以切红 切红牌 贴近小兵一个Q 这个点一下 好然后呢 这个点一下 折 好这个时候可以飞了 你看我现在飞的话 对吧 杀完人我回到中 一个兵都不丢 非常舒服 但是没有线飞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吃大鸟 哎对了吃大鸟 大鸟一定 有机会就要吃的啊 这个东西 对于中路来讲 能不让你发育 非常的好 他的中路基本上是被困住了 动弹不得 我们各点一下 这个点一下 他中路也不管我了 他知道管不住我 你看黄色的血量看见没有 不着急 因为他先跟上路在一块 不着急 我们等一会儿 飞 他逃不掉 这个 有点狂啊 运气有点好 我算了没算那么精确 行 虽然没有杀掉这个人 啊 虽然没有杀掉这个人 只是少了一点收入而已 我现在装备很好 我回家买个这个 我们再买个这个东西 好 可以了 呃 等下个大招 现在优势很大 他打也不能抓人 他打也只要 只要一抓 我一到 这个上路钥匙 赶快给信号 因为他 他这个解脱者 上去了 我现在 他跟我比游走 他比不了的 他很亏 很亏的 因为我资源快多了 而且我到后期 很强的 你看他硬跑上去资源 对吧 你就算把我瑞文杀了 那我很舒服 我是两层塔皮 你杀不掉你就更亏 对吧 你看他没杀掉 很亏的 我们两个Q 嗯 一张红牌 再来一个Q 一个被动收掉 对吧 继续 就刷 疯狂的刷 刷 刷 他三人来中了 守这个塔 没用 塔皮造车 西兰 拿他西兰 我虽然打不动他 但我可以拿他西兰 他超肉 但我不管他 这个东西到后期 就是被我封针的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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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动他 他也不可能打动我 好我走了 你看我打他几乎不掉血 对不对 但没用啊 我不管他 团战我也不管他 那到了后期 我把他队友全部解决了之后 对吧 或者打团的时候 我就给他黄牌 他很笨重 他发育再好 对我来说 把他Q打断 没用 不理他 不理他 你有本事你就杀 杀我肯定是有后手 来来来去 扑住他 让我队友来杀他 好我们回家了 补一波 然后我有大 我可以考虑飞一波下 我AD不在 我们现在 基本上不用自保了 因为我还有闪现 血又多 还有金身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先补乌妖 现在优势 我们在打团战 包括中期小规模战斗的时候 不会受到威胁 所以金身对我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我补输出 优势的话就是乌妖 略势的话就是金身 看一下下路 看一下下路 好那个人头 我们开大 看看后面会不会有黄子什么的 他站来了 但没关系 我也点燃 这波战斗我是不怕的 绕过他 没事 救我 好 我有金身 快走 这个下路打不过的 他 有护盾 感谢震伟黄的调送上的飞机 谢谢调兄 我队完全可以不用死的 他们 没走 这一盘的话 我们下路的防干客意识很差 我死无所谓 因为我收两个头 我刚才金身为什么没开 没必要了 明白吧 你开也是浪费 所以我们留着 我如果也确定有队友能够救到我 我才会开这个金身 我都不用开 这一波对我来说是很赚 我两个头这么多兵 然后回到中路还有这么多兵 超级赚 这一盘我基本上是挡不住了 就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发育是挡不住了 你们现在看他的队友好像团战很厉害 三人也很弱 对不对 其实真的打团的时候 你发现没什么用 因为我封阵能力太强了 我们现在可以跑上去游走 你看三人超级肉吧 这个爽坑 还有这个血量 还有这个护盾 对不对 你看他后期 你就明白了 他肉认他肉 我专门切肉 巫妖加无限黄牌 让他非常头痛 除非他的队友很给力 能够在我几个黄牌 把我们队友都干掉 那还差不多 否则三人的话会被封阵的很难受的 我们现在把巫妖做出来 巫妖做出来 打他前排就痛了 不然我现在只能打后排 不着急 不要大招好了就飞 我们要看情况 这种绕后对我来说 可以直接走 勾引他一下 我对再点他 再点好往下拉 先避开黄子的EQ范围 你戳 我切牌 这个牌在这里就是威瑟 好来先点他给个Q 然后呢 我被筐里面了对吧 没关系的 我被挤出来了 你看非常的好 好没关系 无所谓的 好 队友炸完了 死了一个解脱者 我们这波说 我们这波可以说是溃败 对吧 这波团战可以说是溃败 你很明显能够感受到 对方的团战特别给力 他们的阵容特别给力 我虽然发运的很好 但是我是需要时间 来打输出的 我给牌 对不对 这种局我告诉你 卡牌 能够控场 不用担心的 我巫妖已经出了 他的小脆皮等会 我们很简单嘛 不打团就行了 不打团就可以了 我等会上下路带一带 他要强推我就飞回来 对吧 我在塔下手多厉害 我一个黄牌定几秒钟 这个塔打他 扛不住 三人也扛不住 我先偷他塔 这问题不大 我补刀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装备这么好 只是暂时呢 我的这个伤害还不够 伤害还不够 所以导致刚才那么快就结束了 好 你看线永远被我控制住 我推陷很快 我有万能牌 清兵很快 我把视野做好 下波有闪 有金声 感谢逆流送上的飞碟 谢谢逆流 上路危险啊 给个信号 他上路现在有一个 我们继续推下 继续推 反正两个Q 再来一个Q 好搞定 很舒服 那我没办法 就会很拖他们节奏 非常拖 我队友现在装备比较差 我有三个人头 再加上180多刀 这可以说是超常发育 我帮他打一波小鸟 十块 好再回中路 像这种不能飞 是绝对不能飞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队友都在那一块 这个瑞文是不知道的 瑞文只注重眼前的目标 他杀了这一个 我们注意点信号大龙 但不怕 不担心的 我有大龙 我有这个大招 他们不敢打的 现在我单飞他ADC还飞不掉 还杀不死 所以我们不飞他 如果他有双招的话 我飞不死 就等他们推好了 像这种阵容 我不会在外面跟他们打的 团战不接 团战不接 塔外 塔内可以搞一搞 反正我疯狂的甩牌 你想要把线压过来要花好多波 好我们回家一波 我补一点蓝 我下去 这个小龙让给他们 让给他们 无所谓 如果我队友要争 我们就去 队友不争 我们就让 无所谓的 好这个脱节 他们好像 直接来推了 带着峡谷 那这波只要一扛住 一手下来 他们马上就要陷入猎势 先给个Q 好没了 注意啊 这波黄牌给上 然后在远处DQ 他扛不住 好我先往后拉 等下一个牌 好下个牌 给刀 给Q给点燃 不急的我有金身的 就拖他们进卡 好你想跑 是肯定跑不了的 而且我还有大招 追他们那边的 我吃个药 好不着急 给个信号 然后开个大招 往这边一飞 往这边草丛飞 就杀他AD 我不杀他辅助 就杀他AD 好往后拉 小心他换我 往后拉 好行够了 这就不追了交给他们了 我没有追击手段了 你看溃败 溃败 溃败 团面 他刚才队友想 他们想杀我的时候 他们没注意我那个秒表 而且我第一时间是不交闪现 我就给他们进攻 给他们进攻 把他拖进来之后 我开个金身 他们就恍然大怒 但已经来不及了 你说他赛恩在肉 对吧不行 他肉我不跟他打 好我们再吃一波 时间是来得及的 我差一点钱金身 金身很重要 1200块 我这波一定要打够 他队来不及抓我 来不及抓我的 你别看我血少 但他们的移动速度 我是知道的 他没有任何一个金钟 可以来得及我告诉你 好赶快再不走就来得及了 警测 来不及的 回家 我虽然还差100块 但像这种钱是肯定不能吃了 我们回去等一手 把这个药水卖掉 好OK 三件套一出 游戏结束了 感谢最爱提拉米苏的紫辰 送上的飞机 谢谢紫辰 好我继续担待了 到了中期我就开始担待了 因为这个时候队友肯定会出去跟他们打 但是呢出去打是绝对打不过的 因为赛人这个点打不动 没有人能够解决 我也只能无限给黄牌 当他的 当敌方全部集合来下路的时候呢 我就找一条没人的路去带 他们不管我 那我推陷就很快 我偷他 我先点个信号 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人 因为刚才好多人 我先点信号让紫農上 OK开个大刀看不到人 飞 他就尴尬了 给个牌伤害也很高 点他再点他 再点他 蓝牌 现在不管什么牌了 直接切就行了 再秒切 蓝牌 OK 像这种情况下 不要去切牌 就不管什么牌都甩到他身上 因为你贴身的 Q必中 蓝牌伤害高 红牌减速 黄牌定住 你不能等 你等一下 你算算起来CD 你等于少 少打一张牌 这输出就低多了 混战的时候不切牌 这种拉扯战的时候要切牌 知道吧 混战要打输出 不是看你什么牌 但是打来打去 大家可能控制在一个距离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考虑黄牌了 混战切什么牌看一起 无所谓 反正你Q也能打到人 就行了 因为他的W不单单是有 这个控制效果 最重要的是有输出 你多点人 你能够频繁触发你的被动和巫妖 这个也是很痛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强调输出 强调输出 我再买一个什么呢 买个大帮 我下一件装备要出的就是帽子 帽子出完来出个法团棒 那他们就站不住了 其实现在已经站不住了 已经扛不住了 除了也就这个赛恩扛一下 其他人都扛不住了 这个蓝UP可以吃 你只能要蓝没有 保证我45CD 下场不停的回蓝 我就不用去切蓝牌了 他们现在不出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点大龙了 可以考虑这个大龙逼他们出来 反正把大龙事先做好 对吧 我不打 逼你出来 但是不要跟队友抱团 不抱团 抱团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你搞不清楚 你队友忽然会给你来个冲塔 或者配合不好等等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先收兵 把这个线压进去 用线给他们压力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呢 你飞就行 不过去 你像这波啊 不急的 我先把线压进去 我推现太快了 好 一并带过来 他打我就飞 打我就飞 只要皇子一Q出来 我马上就打到过去 所以我一直要盯着小地图 盯着小地图 不急的 你看这么不飞 不飞 好 拍大招 对这个角度 落地最好是皇牌 定一下 给个点燃 点他 点他秒切牌 不管什么牌 秒掉 注意他后牌 点他 这个时候要考虑皇牌了 好 没事 再走 OK 五杀 非常好 最后抢了我的五杀 墙我五个头 好 我们把这个 再把他这个高地拆 再把他下路的二塔也掉了 这个收益才大 你看刚才我直接过来 莫及来莫及去 搞不好队友要冲塔 一冲塔就很麻烦 你控制不了你的队友 把这个 下塔拆一下 好 行了 够了 OK了 我的帽子 2350 OK的 撕个蛤蟆 没有 行 这个小龙等一下 队友出来 收掉 然后大龙 转战大龙 帽子一出伤害提升很多 我们带线就好 中期我带线 他们压力很大 他们压力非常大的 嗯 好 推他上我 反正不抱团就行 打起来我能赶到 打不起来我就用兵线给他们压力 我拆塔只需要三张牌 一个塔就没了 所以中后期 丹带才是卡牌 胜利之道 要抓我抓不到 太难了 我一个牌就 我一个大招命运就飞掉了 这边打起来 他落单的不用管 落单的不用管 好这边可以考虑 行被秒了 下面打起来了 我们队友肯定赚 下路三个人 我这边再带一个塔 对吧 现在队友打赢打出 我们都赚 打赢大赚 打出小赚 你看这塔推的 太快了 他马上高地没了 对吧 你杀人就是为了推高地 你杀人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推高地 你看看 一张牌 对吧 两张牌 没了 你看看 杀人有什么用呢 没用的 甩个Q 增加我的巫妖 高地没了 对吧 OK 这才是最重要的 溜了 拜拜 回家一波 这个也不用杀人了 杀他没意思了 我们可以 直接大龙 搞起 打钻棒 打一个 吃一个膨胀药水 膨胀一下 500块 游戏改出 这个大招 等一下 我们看看 对吧 我的大招距离不够 我可以大招飞过来 直接把他加给脱了 他现在五个人不能离开这个范围 离开就没了 这样就没了 我偷加很快 有巫妖 他不能出来 出来就没了 两张牌 基地就没了 人多我不能飞 稍微等一会 我们现在可以打龙 出不来了 等他们就好 我就站在这里 队友打龙 我就站在这 只要有视野 OK 不跟你打 给你 不会跟你打的 你们想好了吗 真的要出来吗 真的要出来 先点信号 给他 大龙 那他们这个家没了 那你这个全部出来你家就没了 你飞过来没用的呀 是吧 嘿嘿嘿 他也来个大招飞到我的身边 但是他并不能复制我的黄牌 感谢 感谢丐帮李子豪送上的小飞碟 谢谢李子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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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